紅衣男一臉驚恐 万万没想到一出家门 就被便衣刑警逮个正着 这才发现自己的恶行 全都露了线 亲切贴心的和未成年少女谈心 但说没几句 就要对方脱衣服拍照 还辨称这是为了帮忙少女 了解身体状况 谢谢男子在脸书上 成立女生秘密社团 还订了闺蜜条款 隐藏自己的男性身份 自称大姐姐 还化名闪闪达令 借着指导减肥和长高 吸引750名女性会员加入 至少有十多名未成年少女 被诱骗拍裸照 受害人全使13到15岁的国中生 取得裸照之后 能持续不断的要求 未成年少女提供裸照 不然的话要求 要将被害人之前 所提供的裸照公开 平时在亲戚家担任水电工 却为了满足一己之欲 假冒身份 骗娶年轻美眉私密照 好在有少女及时发现 警方也顺利待人 才没有让更多 无知少女受害 记者林某厂思雨欢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